拿毛巾砸全红蝉吃惯饭 陈玉璽被冤枉 保护全红蝉不能只靠郭晶晶 随着媒体揭露 越来越多人发现 全红蝉原来受到过那么多委屈 名人们喜欢调侃全红蝉这样的农村孩子 毕竟全红蝉不是出生在有权有势人家 他们点评并不需要忌讳什么 邓亚平说 全红蝉夺冠是靠无知者无畏 白岩松说 全红蝉能赢陈玉璽 是靠着最后一跳才赢的 言语中满是对陈玉璽欣赏与肯定 董明珠劝全红蝉要提升层次向杨倩学习 杨言送十台空调也没送 全红蝉这孩子遭受了很多委屈 可保护全红蝉的人真的很少 跳水队掌门人周济红或是分身乏术 或忙于政绩 对全红蝉的保护并未让世人看到 反正受伤的全红蝉远赴广东 为跳水队参加商业代言 场外的委屈就算了 赛场内近乎霸凌的行为更让人气愤 2023年亚运会上全红蝉在女子十米台比赛中夺得了金牌 然而比赛中的一件事却在近日被曝光 全红蝉从水池中出来后 被从十米台扔下的毛巾砸到 全红蝉当时的表情也是疼得厉害 毕竟那可是从十米高处扔下来的带水毛巾 很多观众误以为毛巾是陈玉璽扔的 因为黑衣女事件 全红蝉当时被训得一愣一愣的 张当然以为是陈玉璽 其实真正了解全红蝉和陈玉璽的粉丝都知道 陈玉璽的毛巾向来是粉色的 而全红蝉则最喜欢绿色 从绿色的乌龟挂件到绿色的毛巾 两人的毛巾非常有辨识度 如果是陈玉璽的毛巾 全红蝉肯定能认出来 所以扔毛巾者另有其人 真相是一名韩国选手的 所有决赛场上的选手中 只有韩国选手的毛巾 跟全红蝉被砸的那条颜色一模一样 据媒体爆料 此人向来体育道德不佳 经常在比赛中搞脚动作 幸运的是 同为中国跳水运动员的陈玉璽 没有受到这样的意外 保护全红蝉的人真的太少了 毕竟像郭晶晶这样的名人太少了